司法机关职权 香港特区各级法院是特区的司法机关 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干涉 香港特区设终审法院、高等法院、区域法院、 裁判处法庭和其他专门法庭 终审法院行使香港特区的终审权 也就是说香港的所有案件一经终审法院裁判 即为终审判决,不需要再上诉到中央其他机构 香港原先实行的司法体制 随因设立终审法院而产生变化外,予以保留 基本法规定,香港原有法律 包括原在香港实施的普通法 随因与基本法相抵触 或经香港特区立法机关废除或修改外 予以保留 因此,与普通法相关的司法原则和制度 包括独立审判原则,遵循先例制度 陪审制度等等,继续在特区实行 司法人员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 不受法律追究 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区法院对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 没有管核权 特区法院在审理案件中 遇有涉及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的事实问题 应取得行政长官就该等问题发出的证明文件 上述文件对法院有约束力 行政长官在发出证明文件前 需取得中央人民政府的证明书 基本法规定 特区法院审判案件时 可参考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司法判例